中国是法治国家 有关部门对外国企业依法进行安全审查的决定 是基于法律和事实做出的 中国欢迎各国公民和企业来华旅游经商 并依法保障他们在华的安全和合法权益 包括出入境自由 说到入境审查和错误拘押 近年来美国以各种借口 对中国公民入境美国设置障碍滋扰盘查 赴美的中国留学生被拒绝入境 并遣返的事情常有发生 2021年美国拒签了至少2000多名 学习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专业的中国留学生签证 去年一至十月 中国赴美留学生签证数量同比下降了38% 近期美方恶意抹黑中国的追逃追赃工作 不惜动用司法手段 起诉拘押中国公民和在美华人 还在芬太尼问题上甩锅推则 钓鱼执法并跨国绑架中国公民 起诉中国实体和个人 我们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 停止干扰中美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同时停止对中国企业和公民任意拘押非法滥诉 切实保护中国在美企业和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